你看新北市那一局 人家就说余天就献输了 为什么 因为苏巧慧在大队人马的 出勇之下就生气 未来民进党很可能就是苏巧慧了 那倒是国民党要好好思考 你如果今天一下刘和然 明天一下李四川 你们又难缠 或说都推二三局 而且这个国民党的官僚气息 僚气特别重 你李四川到底那么多人确定 你到底要不要选 你说一句就没有 弄个什么心智石头 什么大家都在那边讲暗语 我说实在这种老政治 这我说实在已经 年轻人就很不爱这一位 所以你如果撒咖都的话 黄国昌这么强 战神 我讲的强是他个人的魅力 他的在立法院实力 战神级的 可是民众党他还是有组织 削肉的这一个部分 这次麦寮选举 大概就是一个四金石 那所以最好的状况就是 昨天蔡正元建议的 那个你们推出一个人选 譬如说黄国昌挂五党籍 就还是要蓝白整合之下 那个结果会比较好